好 剛剛講到說我們現在員工 都不太可以被罵 像是草莓一樣 不過這個新聞 就是另外一個極端 桃園市有個連鎖的美髮店 他被拍到畫面 直接看到 他們閉店的時候店長不帶 四 五位的設計師 他就在懲罰他們的這個助理 女性的這個助理 很年輕 罰他半蹲 你看他這畫面是半蹲 甚至拿一個棍子去敲他的腿 還有包括他的這一些 對他各種方式的下跪 舉水盆 提水桶 青蛙跳 剛剛看到棍棒是打他的小腿 還有打他的屁股 整個過程長達好幾個小時 而且不是一個人 兩個人 坐在沙發上面 總共有四 五位的設計師 現在這個影片公布出來之後 勞檢單位就要去查 查他有沒有霸凌的問題 不過這個女員工 就是被罰的這位女員工 他自己說我表現不好 所以我選擇這樣的方式 這個方式是我提的 我自己得選的 但對這個說法 我個人保持保留態度 比如說你是各種體罰 選其中一個 還是有體罰跟不體罰 你選一個是哪一種 總不會有人自己想要被虐吧 然後設計師說 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他說因為他工作兩年多 被課訴很多次 然後最簡單的洗頭髮的流程 講了兩年他就講不聽 然後甚至還會說謊 然後還會頂嘴 所以才趁著店長不在的時候 對他做處罰 請教委安 其實很多事情 這個清官難斷家務室 這雖不是家務室 但是也是他們下了班以後 把那個窗簾拉下來 之後裡面的事情 他在裡面已經兩年多 都一直說不好 為什麼還在 他為什麼沒有把他fire掉 因為助理也不好找 對 也可能不好找 或許是他真的就想要把他交好 我問過我這個設計師 他說現在助理很難找 對 既然大家都對他那麼兇 又要半蹲 又要處罰他 為什麼他也不走 所以我就說 就關於他們之間 是不是有師徒之情 這個我就不涉入 但我要跟大家講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在我那個年代 我做不好老師就打我了 我還會去跟老師打我嗎 不會 謝謝老師教導 可是現在不行了 所以現在你也不能在那邊罰 現在手機隨時拿著拍 來 你今天一個洗頭髮的 或者是一個美髮師 先從開始助理做起 他可能做了幾年 最後你的設計師 你的師父願意把你 手把手的交上來 以後你有一天獨當一面了 你感謝你師父 那是你們兩個之間的緣分 跟你們的造化 但一個弄一個不小心以後 我去控告我的設計師 設計師講說助理又怎麼樣 吵起來也是有的 所以不能這麼做的 所以即使對方說 我願意 我做不好 你可以處罰我 你叫他半蹲 或拿一個棍子走來走去 沒有打 看起來都好像是要揍人 那被投訴了沒辦法 就像這個畫面 所以現在那個年代 當然倒過來講 很多有技術的 三個你打那個 你打得了 很多都已經傳不下去了 因為沒有人願意去學 或是我不敢交 我交了以後 即使他當事人沒意見 隔壁有幫我拍影片 我怎麼辦 我現在不是在幫這家美髮店說話 而是說像這樣的情況 現在已經不允許了 不管當事人願不願意 都不可以 同樣的剛剛波基講前一段也一樣 不管是油還是泡泡水 你就不能倒在那邊 你講那麼多幹嘛 那當然今天你TOYS跟這個超派 雞排真的恩怨我們不介入 只是你今天不可以做這個事 你要開一個炸雞店 你不管是油 不管是水 還有其他很多 我們營業當中 弄下來的垃圾跟廢棄物 你都要想辦法處理 而不是倒 那我們也講白一點 我從臺中來的 在我小時候的年代 所有路邊在賣面的那種攤子 他當然水就全部倒水溝 但是那是三十年前 現在可以這樣嗎 不行了 所以同樣的現在不管是美髮店 或是其他 有時候是師傅帶 尤其是水店 我常常看木工水店 都有師傅帶年輕的學徒 現在還有 他對他也可能不客氣 但你要注意 通常那個學徒 對師傅都非常尊敬 他想要從他身上學技術 可是 那如果你的打罵 或是你的處罰 對方願意接受 而且也因為這樣子 那就是加化 美化一件 但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上新聞 可能甚至還會對付公堂 所以現在很多行業都不願意去教導 但我是說 教導就一定要半噸 就一定要體罰嗎 我覺得也不是同樣連結 不需要半噸 不需要體罰 他真的做不好 你就讓他離開吧 換別人來 還有別人願意做你的學徒 工作現在要小心 連買東西都要小心 好事多 很多人很喜歡去買他們水果 尤其是奇異果 這個特別的甜 特別的便宜 不過接連好幾次 包括今年的8月 還有包括11月7號的時候 地點也不一樣 一個在新竹 一個在北投 都一樣的狀況 買到這個奇異果 買的時候想說好事多沒問題 就整箱就扛回家 但沒有想到回家 一打開發現裡面很多人 上一次8月的在新竹店 是指個咪咪貓貓凹下去 然後北投店的是長到 白色的毛冒出來 感覺好像是發美的一個狀況 還有很多人其他說 我也有過類似的經驗 然後講說其實好事多 是可以允許你買的時候 打開竹科去檢查 就竹科工程師 就真的是竹科工程師了 那同一個狀況 中國大陸的商務部在調查 台灣跟中國之間 貿易壁壘的問題 到底是如何 要不要制裁 這個案子如大家預期 10月就決定要再往後 再延3個月 那這個日期就剛剛好 落在我們投票的前一天 明年1月13號投票 1月12號調查結果會出來 所以他會有幾種狀況 調查結果再延 又或者說不會再延了 那只能再延一次 還是說剛好這個結果 就是要制裁台灣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有企圖 用這個來影響台灣的選舉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不是算聰明的決定嗎 這要請教我一下 哪一個 有關這個貿易壁壘的 貿易壁壘的部分 因為10月12號 今天是10月9號 所以很快10月12號答案 就會出來了 所以10月12號的那一個結果 其實以中國大陸目前的 轉法來看的話 他肯定是會形成貿易壁壘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根本不能賣過去 這還要調查嗎 這根本從當時 EGFA之後 後面還有這些澡洲金帶 以及兩千多項相關產品的時候 就已經註定是 但中國大陸他要走一個程序 他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跟台灣的貿易 彼此之間是不平等的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他會終止這一些 跟我們之間的這些互動 可是問題是 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時候會有 國民黨執政時期確實是沒有 馬英九時期的時候 有九二共識 兩岸是同屬一個中國的時候 他會在這方面讓利給你 可是他讓利的結果下一步就是說 可能接下來他對於兩岸的 這個政治的方面先驚後震 那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時候 是會兩岸緊張的 所以我們其實說實在 大陸他是沒有民獎 他是用這個緊縮的方式 讓台灣民眾做選擇 你們是要選擇跟大陸對話的 比如說其實就是國民黨 還是要選擇跟大陸對抗的民進黨 但是這會被解讀為戒選 就是說這個事情會介入選舉 我們台灣也有一些人 他的工作跟EGFA 跟福茂 跟這個貿易必領的 完全無關的 可是他雖然完全無關 他會造成我們整體經濟的下滑 但有一些人就願意承受 他覺得說我們本來就不要 依賴中國大陸 所以要斷就斷了清楚 十月十二是第一波 但如果不行的話 就到明年的一月十二 三個月後 他有一個第二波就在談 那一月十二就是我們投票前一天 所以這個戒選的那個整個的意思是非常明顯 委安 那我請教一下 第一個就像你講的 他不會直接影響 比如說我現在直接告訴你 你沒有工作了 他的這個影響是要一段時間發酵的 所以一月十二號 就算宣佈要制裁台灣 會影響一月十三號的投票行為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那對誰不利 如果宣佈制裁 對誰不利 我問你 之前周子瑜事件的時候 周子瑜去道歉就對誰不利 看起來是對國民黨不利 對 就說你這件事情 欺負台灣人的感覺 我不敢斷言 就很武斷告訴大家會怎麼樣 可是我 中國大陸 完全有資格做這件事情 我常常就講 早就應該要斷ECFA 早就應該 因為中國大陸跟我們的 這個所謂兩岸的經貿的基礎 包含直航 很多觀眾朋友都忘記這件事情 是馬英九執政兩岸才直航 馬英九執政之前 我們電視台 各電視台都有駐北京的記者 他先飛去香港再繞過去 對不對 那後來才有直航 是因為中國大陸認為兩岸是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只是我們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這個我很清楚 因為我以前跑新聞的時候 就是這個基礎 可是民進黨執政 第二次二零一到現在已經七年了 根本就不願意接這個基礎 中國大陸為什麼不斷 你不斷反而造成大家的 怎麼講 就是說對這個事情的誤解 原來民進黨執政兩岸 也可以繼續賺錢 那現在是要從經濟的部分要斷了 那要中華問我說 那誰會受影響 相關的產業會受影響 沒有相關的像我基本上沒有直接衝擊 我就是一個評論員 可是整個社會的經濟會受影響 那可是你以為這樣大家就會把票投給民進黨以外的政黨 也未必 這個我不敢做直接預測 因為這樣反而更討厭國民黨 或是不投給國民黨要懲罰 因為討厭共產黨 所以懲罰國民黨也會有的 這邏輯看起來很奇怪 可是我沒有人可以懲罰 台灣上面民眾黨民進黨跟國民黨 那我現在討厭中國大陸 就是台灣不管是軍事的或是經濟的 那我要怎麼辦 結果就說不要投給國民黨 也是有這樣的台灣的選民 所以選舉的結果 就密切關注明年一月十三 還沒開出來之前不敢說 可是看起來對民進黨 一定會有一些票流失 因為國民黨支持者 就不要投給民進黨 你看而且要戰爭 而且會有經濟 但是也會有人講說 不行 我們還要繼續支持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才能對抗中國大陸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